前不久我們才回到泉州 因為我們知道去年 發生了一個好大的颱風 我希望你能 回饋一點點給我的家鄉 回饋一點點給我的家鄉 我們在台灣 我們出道發行了第一張專輯 我們就開了一場大型的演唱會 五月天阿信真意後吐替台灣 回饋我的家鄉泉州 五明星歲了 我們中國人嘛 南北京一定是烤鴨的 我們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 五月天近期在北京鳥巢巡演 因為阿信在24號松口 我們中國人這句讓肖粉紅嗨翻 童天點歌環節 講到泉州天災時 阿信在語助驚人 讓台灣的五明咬心碎啦 很小很小的時候 我的爺爺從書會裡面 翻出了一本我的祖譜 他告訴我 阿信 你的祖先的祖先 是從泉州過來的 所以你這樣一陣陣排下來 你的名字中間是一個姓 這個字母人 當時我就很疑惑 泉州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其實來到北京之前 前不久 我們才回到泉州 因為我們知道去年 發生了一個好大的颱風 把我們本來要唱演唱會的 體育場 整個屋頂都吹翻了 我希望 能回饋一點給我的家鄉 阿信這句回饋一點給我的家鄉 又再度在網上炸鍋 二十五號演唱會上 五月天似乎對爭議事件相當有感 點了手頑固給自己 你當時相信 但當時是失去 會在如今 變成美麗浮起 別難我失憶 走不出我情 活在如今 失去 阿萬個男子 我們在台灣 我們出道發行的第一張專輯 我們就開了一場大型的演唱會 當時走在路上 會覺得好像 全世界 都應該認識我 但直到 我來到這裡 才知道 世界 那麼大 等待我們 挑戰的事物 有那麼多 而如今 這二十五年的時光之旅 已經到了這裡 有網友在網上質疑 阿信未提台灣 即便他個人社群無表態立場 但隔天talking環節就提了台灣 加上真情流露的告白 讓許多粉絲 相當周信 紛紛替五月天加油 請看看他的真心吧 因為 五月天不是怪友 不是怪獸 不是石頭 不是瑪莎 而是 少了你們 我們 就不是 五月天 有了你們 我們才是 五月天 請你告訴全世界 我們都是 五月天 共同 五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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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